怎麼可能用這種方式印上的方式 譬如說他替自己報仇了 不是嗎 對人跟民進黨不是 如果他覺得說民進黨跟他是誓求人 他還講什麼刑法一百條 不知道他自己以前犯的罪是刑法一百條 他現在也是英雄這樣 他們很大的這樣 要幹嘛就幹嘛 叫來就叫來這樣 我法治也是在說的 這些人真的 沒有一個真正在為台灣 講實在話 我們只能這麼說 我們最氣的並不是說什麼 是這些人 你今天有真正站在台灣的立場的話 你看徐曉星那種講難聽 那種鳥樣子 真的一個女人兇到這種程度 真的沒有人可以試他嗎 我是真的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胡坤其他在台上 昨天講的那麼義正言實的說 是怎樣怎樣 那他沒有罪 你法院會跟你判 怎麼隔人的事情嗎 胡坤其憑什麼被判刑呢 他還可以再當立委 我想請問你 這個不只是道德瑕疵耶 行為也有偏差耶 胡坤其憑什麼被判刑呢 他還可以再當立委 我想請問你 這個不只是道德瑕疵耶 行為也有偏差耶 歡迎收看這集的486的JCM調 國會改革法案 秒是國會罪三讀通過 你怎麼看呢 我們看他怎麼說 其實我第一個印象 我覺得是蠻誇張的 而且他是無上限嘛 他比如說你罰一次就結束了 他可以一直罰 如果以工作上來說 或是覺得是蠻頭痛的 對如果你是完全在這個裡面受影響的話 那你真的是會非常不開心耶 然後而且是真的非常容易 全體是不是有點被無限放大的感覺 聽聽百姓的話也是有機會 會被叫去質詢 然後如果你們配合的話 就會受到懲罰 為什麼 你怎麼好 我要你們是誰 我覺得是要拿回去重新 而且我沒料到 這麼快就過三讀了 因為接下來好像要申請釋憲 那如果真的不符合違憲的話 大法公會解釋 國會改革這個管理是好的 情緒上確實不是那麼 人民所希望的 也不是那麼透明 沒有說是不透明 可能要看以往這類相關的事情 是怎麼處理的啊 然後或者是如果沒有相關的 可能要借鑒一下 其他國家在相關規定和制定 像是怎麼樣的流程 我才來判斷說 這樣子是合理還是不太合理 當然要多問問 怎麼可能用這種方式印上的東西 或是說 他可以自己報仇了 不是嗎 對人跟民進黨不是 如果他覺得說 民進黨跟他是恥仇人 他還講什麼刑法一百條 不知道他自己以前犯的罪是 刑法一百條什麼 我覺得不會很恐怖 因為我覺得 會去跟他申請 就不會有問題 你就說真的好好講這樣就好 我覺得是可以討論 不要很偏激的說 因為可能我本來就比較中立 所以我並沒有就是 特別支持或是特別反對這樣子 但我覺得就是 在合理的範圍內的話 是可以討論的 不是支持 你現在不這樣做不行 最後有一個結果是怎麼樣出來 我真的要給韓國 兩個大政府 今天能夠做立法院的樓 我真的不是蓋 可以該提出的法案 都能夠提出來 為了人民好啊 你吃了那麼多 看了那麼多 攤那麼多 要給百姓一個交代 對不對 你這樣怎麼樣去教育下一代 我請問你 對百姓交代 百姓對國家他沒有信心 你真的沒有貪沒有怎樣 你也不怕人家給你查 你躲歷史你躲不過一世 你們下面還有這麼多年輕人在 我就不相信沒有一個有正義的 這個國家怎麼辦 我們也希望年輕人心裡 都還有希望嗎 就是要過這樣子啊 也沒有什麼討論啊 他現在也是英雄這樣 他們很大的這樣 要敢來就敢 叫來就叫來這樣 我法子也是財公的這樣 最遺憾的是這次都沒有從 因為可能 那清德剛選上也有一些考量 既然是你的立場不一樣 他當然有很多話講 昨天的邱怡寅 用一個扇子打他一下 你看他都要告訴他 說他 你會痛 怕得多痛 唉台灣真的不信 這些人真的 沒有一個真正在餵台灣 講實在話 我們只能這麼說 我們最氣的 並不是說什麼 是這些人 你今天有真正 站在台灣的立場的話 你看徐曉星那種 講難聽那種鳥樣子 真的一個女人兇到這種程度 真的沒有人可以治他嗎 我是真的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陸崑奇他在台上 昨天講得那麼 義正言實的說 是怎樣 那他沒有罪 你法院會跟你判 怎麼隔人的事情嗎 你以為現在的什麼法令 老百姓都不是可以願意 何況真理 一個那麼大的立委 為什麼台灣現在很多怨氣 我相信你們都有 你要有落實 抓到那種貪污的 你就是要怎麼判呢 那貪污的 過個幾年他又再當立委 那什麼東西啊 我請問你 你既然他有案底 案底就是不能判 不能當的嘛 這麼很簡單的道理 陸崑奇憑什麼被判刑呢 他還可以再當立委 我請你請問你 這個不只是道德蝦吃耶 行為也有偏差耶 現在已經變成 一個很矛盾的一個社會 講到這大家都去到要死 是希望你來幫我們做事 不是希望你來胡搞瞎搞 好 到底什麼想法 歡迎在底下留言讓我們知道 希望我們可以幫我們分享另外一站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民進黨當然主張 從這個五權變三權 這個沒有問題 那現在就是 戰略上的問題 那因為陳婷菲已經提了 那這個很有可能 就會變成整個黨團的提案 那這個案子要過四分之一 就可以開始組 這個所謂修憲的委員會 那所以現在狀況就是 民眾黨要不要跟進來 你看民眾黨他這麼講 民進黨推正確法案 民眾黨也會支持 但是民眾黨現在只有做一半 民眾黨只想要廢監不廢考 但是如果你們已經 監考都要廢的話 他們是不是也要跟進 沒有 考監是這一個 柯文哲是考監都要廢 那黃國昌只想監 他沒有想要考 他們的立場不一樣 但是至少民眾黨往前推 那就51加8了 那就59了 那國民黨傅昆奇是支持廢考捷 傅昆奇至少同意廢監察院 那這一個朱立倫的表態很清楚 朱立倫說我們這些人的怨如果沒有 不然就砍 不然就動 砍或者是動 這就叫東西的 這什麼動算一樣 就要面子 只要那個面子 我們沒有動到五權憲法 朱立倫你最好回去跟你們說 說我們現在五權憲法 讓他實質三權 實質三權 不要給孫雯沒有面子 孫雯那個五權面子留著 但是我們實質三權 因為其他兩權沒有 朱立倫你要說什麼 要砍要動不就這個意思嗎 要砍要動就是沒有 所以把它抖掉 把它抖動起來 可是民主上名還要放 新主牌還要放 不要去驚孫雯 這樣可以嗎 不要去驚孫雯 不然孫雯的信徒會跳出來反撲 現在又有什麼信徒 孫雯學校 桑牙中 他就叫你選當主席 我告訴你 這是拜五 拜五這個宴會的時候 想要偷渡這條 他們八點 就入去立法院 入去的時候 跟副君子簽名 其他的幹部都沒有簽 他們的立委都不知道 他已經入去 因為入去民進黨就知道 然後民進黨 我們差不多八點沒有狂喘 說這一下這一下 不是說都沒有用 還有無責 然後 國民黨可能也聽到風聲 九點開黨團會議 柯智恩 王鋒威 牛士林 騎手 這不行 什麼現在在搞這個 搞這個 罷免的這件事情 那個門檻 很高很高很高 一年內都不可以討論罷免 所以我們現在討論 要罷免月圓支 都不可以討論 放大心肝來 都不能討論 如果討論都有事情 副君子要付這個 結果 到時候他們的黨團董 他就撤案了 那個叫做大型 這個副君子就說 這條滷會過 如果這個選報 這也用好過 現在還說 要不然來成立特徵組 結果第一位 柯文哲行犯罪 柯文哲說 要衝他們特徵組 不相信現在的檢察官 我第一位給他們百錢 第二 他說要不然檢察院被他封掉 我們剛剛有說 檢察院被封掉 結果柯智恩 李彥秀出來說 沒有 我們是無權憲法的 我們沒有要費 搞到院員之公 他們很多藍營的群組 也覺得有權可以變三權 也可以改 所以 這一題 國民黨內對意見分歧 五變三 還是怎麼樣 這是意見分歧 第三 國情報告 那天當然是卓榮泰 卓榮泰來 卓榮泰就是 副君子要做好人就對了 就說這樣不錯 不然 這樣也不一定要 總統來也不一定要 集穩集達 不然大家再參想看看 表達一些善意 隨時去徐曉昕碰 或楊瓊瑩碰 裡面又整個亂成一團 那傅君子的領導 威望 真的 慢慢的就這樣 大家如果看到這種 傅君子三次 就沒有代表 國民黨每一人意見 就沒有代表每一人意見 例如說民進黨 如果簽什麼柯智恩 莊瑞雄 吳思瑶 那出去 因為黨團都先討論 要送出去那個階段 已經大家都知道 重點就是先討論 才有民主 這就沒有討論 月黑風高 就要撞過 對 就是他現在頂完 現在第16次會議 不一定 分期辛苦 還有第17次 第18次 第19次 隨時都簽好 時間到 夜黑風高 國民黨 黨團衛生 這人來開 尤其什麼柯智恩 這段 紐許廷 我從那不來開的時候 就送出去 就在裡面表達 好 傅君子他為什麼要這樣用 因為他一直後山 我們說後山 這個花蓮這個所在 他怎麼紅的 大家都叫花蓮王 他很不喜歡人叫花蓮王 很不喜歡人叫花蓮王 可是他的表現 就是一個王 他有辦法送金座 宮廟的金座 都會付出 這上面都把自己的名字燒掉 大家在燒的時候都傅君子 傅君子 傅君子 就是說你 你一直在拜拜 傅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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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下去 去天地 燒傅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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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百萬張 每年一直燒一直燒 燒 他叫傅君子 皮膚很白 都燒不黑 我也不知道 第2 本這個觀光圈 東大門的觀光圈 這裡面也他的雙皮 他雙皮 第三 淨老愛心卡 乘車卡 也用 雙皮在這裡 對 跟五個小朋友合照 你看看 這一個淨老愛心卡 乘車卡 跟他 還可以跟他 是他父母 還可以嗎 我的天 就是說 老人要坐淨老愛心卡 拿在卡的時候 每天掛傅就是傅君子 傅君子 我的天 徐振衛 再來 作文部 作文部 作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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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部 作業部 聯絡部 作業部 作文部 這還好 聯絡部 聯絡部是每天都要簽的 家長要看的 你想那名譽 他們小孩 每天都要簽 不是爸爸簽的媽媽簽 放進去 第一頁都是副君子 副君子 副君子 還好我不是我連 我會聽死的 而且 重點是 都不用錢 這不用錢 不用錢 你想如果台一般的學校 這種會跟日本30塊50塊 作業本 註冊費 裡面有一個作業本 代收的 那都30塊50塊 他全部都不用錢 他都送 他開什麼錢 他這麼開牌 政府的錢 還有農民利 農民利 有一面是傅君子 加徐振衛 另外一面是農民利 往左邊翻過來 是傅君子 徐振衛 往右邊翻過來 才是我們要看的 今天可以出門嗎 出門要往哪個方向 他這樣也都贏 我不是在花蓮 拿著傅君子在下面 就可以通行五組神鬼不棲了 最近還有那個 那些什麼茶 那些茶 那些茶 整個茶 裡面也叫什麼 珍愛花蓮 虛珍未珍 現在就噴到整個花蓮 都是 好 傅君子 除了這做好事情 人家說這也不錯 這也沒花到我們的錢 政府的也沒花到我們的 大家也很高興 可是他知道 是不是體驗秒釋國會 對 我們先來看第一塊 這是花蓮 講話最溫柔的縣議員 叫做劉曉美 他在問傅君子 說你怎麼花這些錢 搞這些事情 然後你看傅君子的態度